这是在路径预报的部分 在强度跟结构的部分 跟大家简单的报告一下 我们一直到现在 其实全世界各国大部分使用的作业单位 都是用这个叫德沃夏克的估计法 后来有一些专家有做一些修正 不过大家就可以想象它是怎么估计的呢 它是根据我们所看到的卫星云图 它的云状跟结构 还有它的色温等等去估计 去对照这个对照一个表 然后去估计出它的强度 台东的强度是这么来的 在非常非常过去几十年来 大部分的台东强度 其实都是在这里估计来的 用这种方法估计 那大家就可以知道 它里面可能存在的误差有多少 那近几年来呢 随着科技的进步 其实其中有一排很重要的就是 观测科技的进步 有非常非常多的卫星发射上去 然后从透过不同的频道 以及观测方式策略 所以看到非常非常多 我们从前看不到的现象 但是这都是非常昂贵的 以台湾的气象规模 事实上不太可能支持得起这样的观测 那因为有了这些观测以后 像这个是美国 它的作业单位就跟学校合作 它就去开发出 它用不同的卫星所估计出来它的强度 这是一个客观的方法 那当然它里面的细节就是不产之灭 只是那种开发的一个技术环节 那像另外从你卫星观测到的风 再结合模式的结果去补足 整个厂的不足 但是这样的方法有没有缺陷 像这个的话 就是直接有卫星估计出来的风场强度 它的颜色代表它的风速性 有没有缺陷用 它还是一个摇测 另外像这一个的话 它加入模式 它还是有一些估计是进去里面 我们还是没有办法得到真实的状况 即使在气象上 有时候连真实的状况的取核 都非常的困 海空中心的强度就是这样 因为在海面上 我们大部分都只有摇测的资料 像卫星这样的摇测资料 目前气象局都会参考这些强度的估计 每发布一次强度的估计 其实都是参考这么多资料 综合而来的 我们为什么认为它是这个强度 而不是别的强度 其实这些资料都是我们参考的 接着在半径的估计方面 就更加的迷糊了 因为你强度的估计 还是focus在一个点上 可是你在半径的估计 过去的方法 其实就是用德沃夏克的方法 它就会用 因为不同的运行 然后它去递它的色温 它的半径 大约是在哪个温度的范围之内 是它的半径 去用这种方法去铺 大家就可以知道它的误差其实是非常大 这到目前还有很多方法 还有很多作业单位之间 这种方法在作业 这也是我们想的全世界的单位 想得到最好的方法 到目前还是最好的方法之一 当然如果再加上最新 因为透过美国 我们卫星观测科技以及 跟学界的研究所发展出来的 这个暴风半径估计法 我们就可以更有另外一个参考 它的半径可能会有多大 那其实美国他们多了这个产品以后 他们的暴风半径的力量策略 有非常大的改变 他们从前都是抱非常大的一个台风 因为这个方法以后 小得蛮多的 这是他们认为比较客观 比较科学的方法 还有像这样子 风场它的外围是多少 那由此就可知道 我们还是都是留在很遥远的地方去观看 然后做一个估计 这样子的估计它的准确率有多少 任何况台风很可能是一个不对称 它不是刚好是一个温原的 大部分的台风都不会那么刚好是温原的 以及它会不会跟外围的环境 造成他们测试的风场特别大 这些都还没有考量进来 我们通常在估计半径 我们是完全只考虑台风 可是在它对地形 在它对我们的影响部分 就要加入这些东西 那台湾目前建构了一个 非常完整的环岛雷达望 这是我们期望局在台风 我们接近台湾的时候 非常重要的一个资讯 以及我们全台湾超过400 我们以上的自动观测站 里面有一些汗 还有风场 还有甚至于温度 这一切的讯息 这些都是在台风 就在我们门口的时候 我们才有机会 稍微了解一下它内部的企业构构 这个可是大家希望要求的是 在好几天 甚至于好几天前 就希望我们提供一个讯息给它 这个是雷达资料 以及观测资料 所以我们有办法当上 但是最起码 它在台风起家要影响我们的时候 也许有那么一点机会 我们看一下它台风 现在长得是什么样子 它内部长得是什么样子 这些都是我们对它结构的一些估计 这其实就是目前我们对台风 大部分的台风所运作的方式 全世界的作业单位就我们所了解 大部分也是一 我刚刚讲的大部分在运作 就是这些方法在运作 所以大家就可以想象 我们所估计出来的那个强度 以及暴风半径 是可能有多少的无差 就是用这些方法 当然有经验的人 他会估计的准确非常的多 尤其是像一开始跟大家报告 德沃夏克估计法 有经验的人估计大的强度 应该是会真的是难准的 相对而言 可能要需要长长时间 才能累积这样的使用经验 这就会跟预报的人员 有非常大的差别 所以呢 这告诉我们一个 就是其实美国 他们在跨部会 我忘了是去年 还是前年的跨部会 预风会议的时候 就有提到一个 就是说 他们路径预报 他们认为 已经有非常显著的改善 那强度预报 几乎 是他们未来要做的重度 那这就跟大家报告一件事情 就是像强度跟半季的预报 目前强度的预报部分 我们可以看到 过去十年来全世界的很多作业单位 路径预报都有显著的进步 这是美国他们的情形 其实台湾也是类似的 在2000年左右 我们的24小时预报 误差大概150公里 现在大概100公里 所以有下降了三分之一这样子的幅度 这其实在台湾路径预报上是非常显著的 但是也许大家觉得可能还是 还有100公里的路差从台北到新竹 但是是一天前的预报 但是强度的预报 过去二十年来年 武汉的进步是非常有限的 这个其实 这是等于全世界共同面临的科学问题 强度预报跟结构预报 没有办法很精确的预报 而且从过去二十年来 改善了幅度有限的情况之下 我们就很想而知它的风雨预报 就一定是跟着 没有办法 风雨预报又在更多一个预报 更高的不确定性出来 那目前这样子 都是用经验式或者是间接的观测 其实本身它就已经有很大的不确定性 这也是为什么即使是现在的美国 它们飓风要清洗本土的时候 它们通常会派飞机去飞 因为它们还是需要直接的观测 才能真正了解我真的看到什么 那这个也因此 大家刚刚会看到 为什么同样一个台东同一个时间点 全世界各个作业单位 为什么对它的位置也定的不一样 强度也不太一样 因为大家都没有真正的观测 大家都只能用一些限额资料去推幅 所以在台东的定位以及预报而言 各国会的差异是非常正常的事情 只是有时候差了很多 可能会让大家想不知道该相信哪一个 有时候差的比较少一点 像我有印象 2009年莫拉黑台风 一开始生成的时候 美国跟我们是一组 日本跟大陆是一组 这两组的定位差弱就是极空力 但是现在的定位 一个差弱就是极空力 更不要说预报的规则 那风的强度跟结构变化很快 即使我们曾经有观测到某一种讯息 它也是随着时间才能变 那这是让我们增加预报的难度 就算我了解它一天前的状况 当它走到台湾的时候 可能已经变得不一样 这是有部分我们可以从素质模拟掌握到 可是并不见得素质模拟 会告诉我们是正确的 这是我们目前面临的课题 那所以我们几乎都只能用非常不完整 非常高材料去做研判 然后给大家一个预报 那大家就可以想象 这个预报是会有非常大修正的空间 因为这个时间铁它看到一个东西 它告诉你这个预报 下一个时间铁它看到一个东西 可能不对了 模式可能是告诉你另外一个预报 那这样子的我们的估计 一定也会随着它去做调整 因为预报时间越长误差越大 预报时间越短误差越小的话 我们为什么目前气象局 我们很多的预报都有非常高的频率在发布 就是希望一旦状况有改变 我们有管道可以让大家知道 现在风雨预报 几乎三个小时就有预报 那原因就是万一情形不一样 我们三个小时之内就可以通知大家 可是如果说 可是没有办法 这个是没有办法在一天以前 告诉大家的事情 但是直接接近我们有机会告诉大家 这是目前我们在科技 没有办法长途进步之前说 所想要为大家提供的 就是用越接近越紧缺 为越紧缺的预报来告诉大家 为越紧缺的预报来告诉大家 需要一顺的预报 希望有两个预报 打开的预报